現在訂了很多 多少錢? 你知道銀色,那時候開價只有十多 現在去到八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M&K Camera 的 Frankie 這次跟大家說的是 Nautilus Nautilus 是什麼呢? 是 Leica 其中一個最頂級的系列 這個系列的特質是氣氛濃烈的 很多時候我們拍攝很銳利、很銳利、反差很高 其實不難處理 但說到氣氛就難去拿捏 在這麼多 Leica 鏡子之中 Nautilus 是譽為這麼多系列之中最有氣氛的系列 這個解說又是怎樣說呢? 曾經有兩個說法 有人說 Nautilus 是一個希臘的神 是夜晚的神 有人稱它為夜之神 這樣說法 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 Nautilus 其實是一個拉丁文 這個文代表夜晚的意思 Lux 其實是光的意思 即是說夜晚的光 兩者之中其實互無抵觸 你覺得哪個說法會比較適合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區留言 其實至今 Nautilus 出了一共有八個版本 至於這支鏡子和之前其他Lux 的版本 有什麼不同呢? 我交給我們的同事 Vincent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支的 51.2 是現在拉架最新的成員之一 在 1966 年的時候 Hermat Max 研製了這支鏡子出來 這支鏡子是運用了天然營石雙飛球面的設計 在鏡子的鏡子前面和最後一塊 都是一塊飛球面鏡 因為天然營石飛球面鏡很難打磨 而當時拉架能夠打磨到天然營石的機器 亦可以說只有Mask 自己 一個去製造 因為如果有磨過玻璃的朋友都會明白 打磨鏡子時需要一些水冷卻溫度 和你現在現製的加工玻璃 甚至樹枝的玻璃 是很大出入的 平均來說 拉架是當時正常生產 一個月內只能夠生產22支鏡頭 因為大多數全人手磨的鏡子 當時沒有其他機器輔助 亦不會像現時製作鏡片般方便 所以這支鏡的製作 一 失敗路高 因為很容易爆發鏡 如果要做得好的鏡 它一定要計好弧彎 磨到每塊鏡片都合格標準 它才可以安裝到鏡頭裏給大家拍攝 亦是因為手磨的關係 這支鏡頭的鏡頭 它的鏡頭的散景表現 其實每支都會有少許出入 有不同的分別 所以有些朋友找到這支鏡頭 會看到後面的散景 波波的二線散景的形狀 有些是圓形的 但有些可能會成為攬物形 或其他不同的形狀 直至1976年 Dr. Manor在加拿大製造了第二支Lock 叫做VS-1 E-58 而這支鏡頭就沒有了飛球面 它是用球面鏡的設計 去補足飛球面最難磨的方法 但當時這支鏡頭 那年代也是手磨的鏡頭 而製作過程亦有相當有難度 因為當時的屈光度 即所謂的折射率沒有那麼高 它是用高折射率的鏡片來製造 例如1.7或甚至1.9 折射率的玻璃材料去製造 E-58VS-1這支鏡頭 新生年期很短 大約兩年左右 到1978年時 正正式式產生了第二代 VS-2 改善了 鏡頭的設計 直徑位大了 進光量多了 令到四隻角角的暗角位 表現沒有那麼強 減少了暗角 影像可以更加浮現 到了1983年時 就誕生VS-3 它不再用按鍵的彈弓盤 安裝在鏡身上 亦改良了鏡片的設計 亦當時電導科技開始脈日漸成熟 所以你會留意到VS-3時的表現 對比度、Sharpless會高了一點 然後去到90年代 就製造了VS-4 Lock的VS-4更改善了外觀設計 加入引入伸縮Hood的設計 令到外觀更細緻 亦同樣 鏡片的質素 生產鏡片的過程做法 以及電腦 亦都更加先進 所以這支鏡在數碼機上的表現 是同一般飛球面鏡可以匹敵 可以比較一下 因為表現來說 不論數碼、菲林度也有好表現 直至到2008年 Leica Peter就研製了0.95 0.95是引入了飛球面鏡片 再加上浮動鏡片的設計 在0.95的尾組鏡是屬於浮動鏡片 這支鏡是完全符合數碼表現的鏡頭 如果大家喜歡玩數碼機來說 不妨試一支鏡 因為它的表現實在很好 Sharpless、清晰度 以及操控出乎意料 比較容易一點 直至今日 這支51.2 AS Picture 雙飛球面鏡 這支鏡我試過後都很驚訝 因為它給予的表現與其他鏡有所不同 它給予舊有的50.2的味道 為甚麼? 因為現今的新鏡很少 後面的省鏡會帶船 以及油化 雖然現在這支鏡產量不太多 這支鏡銀色為例只有100支 黑色為例有1800支 它的效果是很有復古味道 而且是很華麗、很漂亮 與0.95比來說 沒有那麼數碼的味道 喜歡老鏡的朋友來說 很難得可以找到一支 全新鏡又拍到老鏡味的效果 關於Lottus的歷史部分 我便講完了 現在我交給公司的公司 Lawrence 聰哥,謝謝你 您好 接力 看著 好 剛才很感謝聰哥 說Lottus所有的歷史 大家都會很清楚 至於真正用這支鏡 究竟會是怎樣的樣子 我便用了一部SL2S 去拍一拍 看看在低光內發揮得怎樣的樣子 大家日光日白的時候就知道一支鏡 可能發揮得 咦 支支都差不多 收細光圈 在大陽光的時候去拍 可能那個發揮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Lottus 最厲害的一件事就是夜馬黑 在暗位非常之出色 好了 都是那句了 事不宜遲 我們去分享一下一些照片 還有看看我當日怎樣去拍 我們的無特兒 Blaster那種感覺 還有看看照片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拍出以前那種味道出來 我覺得真的可以拍出以前的外面 或者是不可以拍到 還有我 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 後面 MING PAO MING PA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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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